他不可能跟醫院設帳 那個時候口袋裡頭有一些錢 就是放著 就請他出去的時候 順便就把錢給他說 你趕快去就醫 如果有多出來的錢 沒關係你就給孩子們買來東西吃 所以口袋要套出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有沒有這個 也剛好 就是不需要再去領錢 剛好口袋中有錢 我就把整個就給他了 因為不這樣處理 那他出去怎麼就醫也是很麻煩 那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後來也忘了這個事情 後來好像是病人本身自己說的吧 感恩 對 可能吧 我自己都忘了 我這一次我還問我們的護士們說 你們還記得這個事情嗎 他們也跟著一起想想很久 因為護士跟我已經跟了二十年了 他也不太記得 後來有報紙披露了 我才想起這個事情 但是有一點模糊了 對 而且你們在信箱裡面 是很多鄉民的好朋友 據說我們的林醫師他有十八般的舞藝 真的 等一下會表演一下 只是他沒有吞火 對 我不知道他會吞火 吞劍吞火 還變魔術了 不過來看一下 您為什麼會來到這個 比較偏僻的鄉鎮當醫生呢 而且還這麼受到愛戴 對 當時是什麼樣一個心 會到這個地方來嗎 簡單來說就是以前台中榮總 我們要支援水裡的群體醫療 水裡那個時候醫療的支援也是不太夠 是 那因為是總醫師 所以就先去派人去那裡 水裡的群體醫療 是 然後因為接下來的日子不太容易 就是一年要半年的時間都需要去支援很多的群體醫療 有的兩個月 有的三個月 那這樣子 這是幾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是總醫師的時候對不對 198幾年的時候 對對對 1999492一大地震 19994 1989那時候您在台中榮總加醫科嘛 對 1990我去水裡 1990 1990 對 79年 對 那之前就加醫科的訓練 然後就第二年就要派出去了 然後就需要跑很多的群體醫療 已經帶我兒子 就不能夠這樣子跑來跑去 對 跑跑去 要夫人支持喔 那個後面支持要 力量要很大 那肉圓要很大 林醫師我已經看到那個 林太太在後面在擦眼淚了 那我們都講說偏鄉 偏鄉 到底偏鄉 他的就醫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就看看 就是剛剛林醫師他舉的一些例子 如果你住在信義鄉的話 你就最近的醫院 從信義鄉這邊過來 比較大的醫院就是 是竹山嗎 竹山秀船 對 竹山秀船 先開始 所以這樣往返 大概要三到八個小時喔 現在比較接近我們明德村 過去會不會很遠啦 大約就是加起來一個小時 多一點啦 對 一個小時多 多 對 一個小時多一點 那如果更裡面一直到塔塔家 因為塔塔家就很遠了啦 就是玉山的登山口 玉山的登山口 那很遠喔 我知道 就心中 心中橫公路那邊上去了 那邊的話就比較遠了 好 偏鄉資源少 我們真的需要很多愛心的朋友來幫忙 比如說很多的醫生就會到那邊去醫診 可是比較少 像您說 就是定居下來 幫助這麼多的朋友 對 光看南投縣信義鄉的人口數就將近兩萬 對 快兩萬 那布農族這邊就大概有 這樣一半就對了 大概一半 所以我們是布農族 布農族 布農族 那小黑是 盧凱 盧凱 所以這邊信義鄉是布農族比較多 對 那盧凱是在... 台東跟屏東 OK 都是很有特色的原住民朋友 那將近兩萬人 那他的這個福源是比台北市五倍大喔 有 這很難想像耶 非常大 這麼大的福源這麼遼闊喔 那只有現在有幾家 就一個衛生所嘛 然後五個診所 我們這一線 這是現在的狀態 現在還這樣 對 然後另外一線 因為它是切開 另外一線是叫做佐水溪線 那一邊是仁和Bili那一條線 那你是... 那一條線有兩個診所 那你是有那個... 我們是叫陳友蘭溪線 陳友蘭溪這一線就對了 那那時候如果921的時候的 大概一個診所應該很少吧 四個而已 是四個... 四個而已 四個而已 那時候交通更不方便喔 更不方便 那往返的話 如果到真的有比較大的狀況 到大醫院的話 據說啦 少說要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喔 對 要非常長的時間 它的面積是台北的五倍 可是台北 我現在走出去就看到一間診所 在走遠一點就看到一間 而且你交通這麼方便 手一走隔離車就來了 那邊沒有耶 那邊有錢不一定會坐著車喔 對不對 對 是 那長老呢 長老那時候看到林醫師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說 對他 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感覺是什麼 還記得那個印象嗎 他剛進來的時候 就是看診嘛 對 看診 很熱心 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爸爸有時候生病嘛 中風 他有時候直接去看我爸爸 是這樣 所以很熱心 你會出診就對了是不是 會出診 會出診就對了 那在那邊出診也是開車嘛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看到 有 好像有看到你騎自動車 對 十八班五億 我們來看一看好了 為什麼有十八班五億喔 你會開車啦 比較近的騎自動車 比較近的話當然方便 對啦 近一點你可能騎自動車 比較方便 我從來沒看過他先騎自動車 有 以前的時候 這好像是我們看的歷史劇 都會用騎腳踏車啦 對 比較進步現在騎 騎自動車 如果說可能有一些東西要帶多一點 就變成是要開車去就對了 對 以前我還去豐秋部落去做液診固定 那就一個箱子帶著 開著車子過去 帶著護士一起去 幫他們照顧這樣 聽起來好不可思 那你那時候看到他跟現在一樣帥嗎 一樣 一樣都沒有變 對 看起來都沒有變 要說更帥的啦 現在更帥的啦 以後也會像索伯長 一樣頭髮變玉山的 那個雪景 其實這樣好耶 這樣不要那個不必要的染色 對 這樣化學的那個飄染 反而是比較傷身 而且這樣看起來 是另外一種慈祥的感覺 對 對不對 你要這樣黑到焦 白到焦紋嗎 白到焦紋 對 原本是有的 我們就是頭髮的本質不好 所以我才會去妊成這樣 我如果本質餐廳這麼好 我不用妊了 對啊 要妊這樣就好了 那那個長老 您那時候是認識我們寧醫師 大概有二十年了 有了有了 有 二十年 對 二十年了 那時候您本身什麼狀況去 是父親看診還是 沒有 我起初是因為有 有一點鼻鬥炎 是 或是感冒 大部分都是感冒 比較多 感冒 然後去看診 對 我想問一下 我們印象中原住民朋友 因為住在比較偏鄉的地方 還有他們可能比較天生 聚來的好歌喉 好酒量都鍛鍊出來對不對 那時候因為喝酒 可能他們也都比較 是什麼樣的疾病會比較多 比較多的當然喝酒就傷肝 也傷胃啊 血壓也會不穩定 對 對 然後就是有名的叫做他們的痛風 富貴病 痛風 為什麼會痛風啊 不亂就是痛風 對 是因為喝酒造成的嗎 是喝酒嗎 有關係 還有一些遺傳的基因在 遺傳的基因在 對 那因為 還是打獵吃太多肉 也有關係 但是現在就是說 原住民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都是靠打獵為生 所以以前很會跑對不對 身體的那個熱量都代謝掉 現在就不是了 就是如果都是務農 工作量比較少 那就比較容易囤積這一些 有的沒有的 到最後就病就出來 對 有時候不是會還會那個 興致一來喝個小酒 會喔 烤肉 烤肉 唱歌是不是 對 特別是冬天 因為冬天不是農忙期 所以有時候我會笑說 布農族就是 女的之不男的務農 那到冬天就說布農族 就大家都不工作了 就布農了 不忙了啦 不忙了就不忙了 不是 忙了大半年 也總該要犒賞一下自己吧 到冬天然後閒一閒在一起 然後大家就聊天烤肉 然後吃一點 然後聊天唱個歌 然後喝一點酒這樣 那這幾年我們這樣就是說 可能資訊也比較發達喔 他們對那個健康的意識 有沒有比較有概念啦 有 有 而且我們所有信義鄉的醫生們 都要去給他們做衛教 做衛教 小學啊 學校啊 是 還有一些部落裡面做衛教 這個對他們很有幫助 我們每個診所 每個醫生 幾乎都是每個月都會出去做衛教 做衛教 那你會覺得他們歌喉好 其實他們眼睛應該也會比我們平地人好 視力好 你看我戴眼鏡 你看守護長老沒戴眼鏡 守長都沒有戴眼鏡 我趕快拿下來比較活 不好意思 你看都好山好水 對 好山好水 而且呢 那邊因為比較偏遠 可能搞不好有地方是沒有網路的 你要滑手機才不見得可以滑得到 所以上帝是公平的 公平 對不對 你看他們的眼睛可能就不用貌 好 其實呢 我們的林醫師在當地 很受到民眾的愛戴跟歡迎 那他也下過很多苦工 剛剛騎自動車之外呢 光是學什麼布農語對不對 也要花很多功夫 那現在他們布農族的棚 還有原住民眾怎麼養生呢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叫做媽媽戲 媽媽戲 真的喔 因為我也是平衣 媽媽戲 我想說 媽媽戲 我們的台語就是 我們的台語是媽媽好 媽媽好 媽媽好 好 今天很開心 為您邀請到的是小鎮好醫生 來自於南投信的 林博雄家醫科醫師 那麼林醫師呢 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 他放棄了在台中的舒適圈 一些夢想 然後他來到這邊 完成他另外一個夢想 他認為說我身為醫生呢 其實這些偏鄉的一些朋友呢 是真的需要一些照顧的 所以他就在那時候開始住下來 到現在快二十年了嘛 快了 對 剛才我們學了一句 我還跟長老請教說 那叫媽 媽什麼 米紅米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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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紅米桑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還活著 我好高興啊 什麼 你們都問 你們都問後 怎麼那麼直白啊 米紅米桑 那就是我們講的別來無恙 你沒有被漾蟲咬到 對 好感受 好感受 我今天又一口氣就對了 我還活著啦 我很高興 你還高興 所以我跟他講米紅米桑 米紅米桑 所以看到朋友 就可以說米紅米桑就對了啦 對 所以米紅米桑看到的表情 不是應該 米紅米桑 這樣子就有得罪的意思囉 我們不懂的話 就會可能有這種表情 對 然後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什麼話 你居然說我還活著嗎 對 我還活著 你竟然還活著不是啦 對 因為你竟然還活著 你活著我好高興喔 所以應該是要米紅米桑 米紅桑 吳妮娜怎麼會這樣講 應該就是說 看到你很開心 很喜樂 對 不能用驚訝的表情 還能看到你很高興啦 就是 那所以看著的時候 米紅米桑 對 米尼斯對不對 然後小黑大哥呢 那你們的 應該算排彎嘛對不對 盧凱 盧凱 盧凱的問候語呢是什麼 你像我們一般 大家見面的話就說 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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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媽寶 是砂寶 我們像我們 砂寶 不太會講 我們用國字拼音的我們拼音 對 砂死你的砂 包死的包叫砂寶 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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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純粹是你好 再見 不是你還活著喔 不不不不不 不一樣 那個就不一樣了 有趣有趣喔 但是呢 我們在台中的時候 應該也比較少接觸到 原住民朋友嘛 那這樣問題來 這也要考驗醫生 十八般武藝裡面有一個 這也算對不對 學布農語 布農語 對 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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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農就是 布農就是人 人 我以為是布農 我以為 我們學人的話啦 我們是 布農就是人 是 你看這是兩千年 那一九九九的時候 第二年 第二年 在就南投信一鄉了嘛 這是林醫師的筆記 對 布 布 這頭 頭叫做布什麼 布農 不是 這個你要來講 真的很難 布農 頭叫做布農 布農 布農 比我當時他打發還要難學 而且 音還要調整成比較 跟他們比較接近很 算準啦 因為您看到 就是您的那個病患 可能有都是長者對不對 有一些是長者 你看現在去 他那時候到那邊的話 現在十八年了嘛 對不對 對 那有些原住民他是不會 聽不懂那個 還有一些年長 國語的喔 對 年長的朋友還不會 講 還不會 都講純粹的文文 對 那就要學他們的話啦 好厲害喔 一點一點學 然後就問護士啊 這個怎麼講 然後就把它做筆記寫下來 咳嗽是嬤嬤嬤喔 不是 哪裡 不是嬤嬤嬤嗎 那裡你看咳嗽 不是 咳嗽叫做嬤嬤嬤嬤 嬤嬤嬤嬤 我看 應該是我也平音嘛 嬤嬤嬤嬤 我想說 嬤嬤嬤嬤 我們的台語叫做 有什麼 我今天的台語是媽媽好 是媽媽好 媽媽好 媽媽是 媽媽是 這邊有寫 那痛風呢 對 那個就 刀嬤嬤嬤嬤 對 那另外一個叫做 不亂 兩種都有在講 學 然後講 對 然後甚至要背 要去背它 然後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睡覺做夢 還會有原住民的話跑出來 對 然後跟家人吃飯的時候 太太會跟我講 我就問她說什麼 我會跑出不容易的話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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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間就講媽 媽 媽 我拎摸了 不要給我媽 我也是剛剛想說 怎麼會叫媽媽 我拎摸了 不要給我媽 那就是問說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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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長老在這裡 對啊 小黑看診有沒有什麼 以前小時候印象是怎麼樣 像我們一般看診 我們也是山上的 會這麼遠嗎 也是滿遠的 因為我們是住台東 居風鄉嘉南村的 嘉南村 嘉南 就是發發風災的地方 也是受災的地方 是 以前我們看診也是要走很遠 差不多也要走一個小時多 從山上走到泰瑪里 要走一個多小時 對對對 因為山上那個時候 以前交通也不發達 對對對 如果說你要去市區看醫院的話 也都是要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 大醫院的話 也是很不方便啊以前 現在比較方便了啦 對 因為在泰瑪里 他現在的診所也是很少 現在還很少 還很少很少 大醫院就是要到市區啦 開車也是要一個小時多 那你小時候有沒有碰到這樣的醫生 好醫生 也有啊 也有好醫生啊 那你如果聽話要打針的話 他要娶你吃冰啊 蛤 怎麼這麼好 那你如果不聽話的話 他說他後面有養鴨子 鴨子 鴨子 你知道鴨子會幹嘛嗎 鴨子 呱呱叫啊 呱呱叫 那你那種不聽話的小朋友 那時候我們小朋友啊 以前小時候都沒有穿褲子嘛 蛤 蛤 我們小時候 穿開擋褲啦 不是沒有穿褲啦 也是沒有穿褲子也有啦 我們以前住在山上的時候 都沒有在穿嘛 真的喔 開擋褲啦 是要不要沒有穿啊 開擋褲啦 碰到那個愛哭鬼的 或是不聽話的那種小朋友 對 他說後面我有養鴨子 你去後面他會給你呱呱叫 那你就會聽話 他就知道意思了 他會跟你鑿就對了啦 是鑿下面不是鑿上面 我們知道 所以現在如果有這樣的好醫生 或是現在醫療的進步 真的幫助很多對不對 那你現在還就在台北了嘛 對不對 我是一年多會回去一次 一年多回去一次 那在台北 在現在他們 就是我們平地的醫生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看診 醫生就說 那打針吃藥 他就給我那種貼紙 平地就是給貼紙 不然就是給那種小玩具 或者是小糖果 平地的 可是如果 而且我們也很方便 但沒有想到你免錢 為什麼要給你們冰 是因為比較熱嗎 有 我們小時候吃冰都吃 那種雞鴨冰圓圓長長的那種 對 可以甩的那種 你都在甘牙 還要吃冰 你甘得到嗎 不是 要給你甘牙 吃冰就會好了 吃冰就會好了 是真的有吃到冰嗎 有啊 有吃到冰 沒有 有些小朋友 如果喉嚨不舒服 吃一點冰是OK的吧 是不是 如果那時候在發炎的時候 即興扁桃腺炎可以的 是可以啦 對 但是大部分是不行啦 大部分是不行 不過至少就是說 這個醫生他會想很多的方法 對 要這個孩子對不對 對 安撫下來 安撫下來 好好得看醫生 那剛剛其實林醫師也分享了 雖然呢 他可能有覺得 我們在一般人看了 他有犧牲了一些 對 到這個偏向去服務 其實呢 他卻是帶來另外一個收穫嘛 包括可能在當地好山好水 好心情 好心情應該也有了 對 結交這麼多好朋友 哪有好食物 那當然攝影廳健康囉 所以今天原住民料理 我們邀請小愛老師 告訴我們 紅梨的新吃法 好 我們要講原住民的 這個紅梨好料理之前 我們先來掌一下知識 其實紅梨現在很夯耶 對 那紅梨呢 我們看2008年12月 正名為台灣梨 那是台灣原住民耕作 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 好 那現在要考試了 布農語叫做 木棍 木棍 就是紅梨的意思 那盧凱語稱為 百年 百年 蛋白質含量是達到14% 是稻米的兩倍 而且它其實被強調說 是好的食物 最主要是因為 顴骨沒有膚質 就是有些對膚質會過敏的人 好像這個食物 對它來講 會是不是比較好 那就是是鹼性的食物 我們來看到這個部分 這是紅梨 那它的 好像這是台北花 是提供給我們的 那插畫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素材 叫做柔 柔栗絲 它紅梨叫柔栗絲 好美喔 對… 那個亮亮可以過來一下 我們 他說用把它再一個 把它搓一搓耶 你給它搓搓看 搓就是像 它可能採收的時候 對 你把它放在這裡 搓一搓之後就會變成 你搓出裡面的東西 對啊 它就是那個梨蜜 就會有果子出來啦 就這個啦 小小顆的 有沒有 有 這個白這個 應該是把這個 有點鵝黃色 這小小顆的 現在採收應該不必用這樣 人工採吧 這樣很辛苦對不對 沒有 它採下來的時候 稍微還要曬一下 要曬乾啦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是 有點鮮的 鮮花或者是新鮮的 接下來有請小黑老師 來幫我們做 紅梨的創意料理 好 有請小黑老師 好 而且他等一下會幫我們 弄得很漂亮的鹽雕喔 大家好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有請兩位我們一起來分享 我們的炒飯就是 有我們的紅梨小米 我們的白飯 馬膏 還有甜椒跟蔥 對 最重要的是魚松 魚松 飛魚 飛魚 飛魚的魚松 就是我們花蓮 現在也都是剛出來的 那我們這些的甜椒 對 老師 我現在幫你加油 可以開火了 加一些油就可以開火了 好 然後我們就給它切丁 陳老師 你都沒有肉喔 肉 只有魚松而已對不對 對… 因為肉不要吃太多啦 現在 對… 因為我們強調是養生 所以說 養生 對 肉放比較少 好 這兩個顏色 我們要切點蔥花 所以一般也都這樣子吃就對了 對… 那早好你們也吃 不是很難找性意沒有紅梨 有嗎 有…也有 是 因為紅梨現在 很普遍耶 很普遍耶 對啊 我們現在都說它可以抗癌 對 它現在是薄啊 對 而且是外太空人 上太空的時候會帶著食物 太空人去 所以紅到… 它已經紅到外太空去了 都要太空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是 外星人也想吃了一道料理 對 真的 外星人也想吃了一道料理 我之前是做拔用涼拌的 拌… 就是拌一些蔬果進來也不錯 小朋友想問 像市面上有一些雜糧店會賣梨麥 梨麥是不是就是紅梨啊 不是 梨麥是另外一種 梨麥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它比較大顆 對… 就有點… 有點像藝人的小顆一點 對… 像我們一般的小米 我們去市面買的話 它的… 像我們剛剛那個黃色的小米有沒有 對 對 這種黃色的 它外面有比較大的 那個是進口的 我們真正台灣的小米 就是這麼小顆 你看一下它的小米 跟我們看的顏色 這是小米 我剛剛以為是紅…那個呢 紅米耶 小米… 這個是… 原來你們在道地的小米 是這個顏色喔 對 台灣的 這個是還沒有去核的 那為什麼我去店裡面買 都是黃黃小小顆的呢 進口的 那個大顆… 比較大顆是進口的 就是泰國越南那一帶的 我們真正的小米就是那麼小顆 我們台灣的小米 我們原住民的小米就是這樣子 你們今天有沒有帶小米酒來送我們 沒有啦… 沒有… 下一次啊 沒有…看一下啦 下一次…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你們 就是道地的那個小米就對了 對… 這小米 那這個起一起就可以下去煮了 這個沒有去殼 要去殼就對了 這是種子 這叫紅梨 對不對 對…紅梨 它是種子 種子喔 這還要再去殼就對了 對…那個是要去殼 原來是這樣好…顏色好漂亮喔 也很天然 好 現在我們油熱了喔 那我們蛋就下去 兩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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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 不用打喔 好… 漂亮喔 好… 我們炒飯喔 那個蛋一定要把它炒到起泡泡 它才會香 炒到起泡 起泡泡喔 對啊 像我們在起泡泡 有點起泡泡 那油讓所有人要起泡泡 它的蛋 好像要蛋酥蛋酥 它會很香 是… 現在這樣起泡泡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我只知道說那個飯要炒到 像會跳舞這樣子 對… 力力分明嘛 那所以這個蛋…蛋酥 也是個學問耶 對 OK 那長老你們的紅泥都怎麼吃啊 我們就跟飯一起來煮 用飯一起就對了 對… 來吧 吃看看 這樣吃… 沒有…炒啦 你說我們炒 對… 我們就吃看看 你… 然後我們再下蔥 好… 其實這樣子很…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調味 很天然耶 對 然後紅泥 我們可以下去把它炒香 好 拌勻 對 好 這是自己前面的媽媽姐姐妹妹們 其實這樣子很簡單的 這道好料理 對… 而且我怎麼覺得紅泥好像少了點耶 是因為比較貴嗎 你覺得太少了嗎 對 我覺得太少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是OK… 逗你的… 看個人喜歡 好… OK 因為我們是用隔夜飯 用隔夜飯 而且隔夜飯吃炒飯才比較好吃 對不對 比較香 對… 而且抗性澱粉才會出來 GIS比較低 好 然後馬告就是你們的天然胡椒 是不是 對… 可以這樣講嗎 對 天然的胡椒粉 天然的胡椒 要拍碎嗎 拍碎下去少 它還有它的那個香味 香味 這個香味會出來 這壓下去還有一點汁會跑出來 檸檬香 檸檬香 馬告會有檸檬香 檸檬香 馬告它本身就有它的檸檬香味 好香喔 味道出來了嗎 好香喔 味道好香耶 好香喔 天然是有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馬告就是酸酸的那種檸檬的味道 你可能不會炒飯嗎 對 對 他炒飯什麼 好像那個台語講的是什麼 我不要…奶油…是奶油… 奶油嗎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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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專長不在這裡 我們炒炒飯加醬油就可以了 這醬油也不用加 這樣醬油就好 對 醬油就好 OK 我覺得小黑師傅用心良苦 他叫我炒的原因 就是要告訴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雖然我這種不動三寶都會炒了 更何況是你們呢 所以很簡單 大家一起來試試看吧 是這個原因嗎 對… 而且大廚都把飲料備好了 對 那魚酥是最後放下去的嗎 魚酥是放在旁邊點綴它 只是點綴 那這個是什麼絲 這個是青木瓜 青木瓜 你絲把它加百香果 對啊 OK 那等一下也是加上去 沒有 放在旁邊做配料 OK 做配料的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七味粉 七味粉就對了 好 這樣對嗎 算好了嗎 你準備讓它攪在一起了 這樣對嗎 我來稍微 好 好 小黑老師的創意料理 原住民創意料理 其實很簡單的食材 就是紅梨是男主角 女主角好了 因為它紅的比較漂亮 好 男主角就是 原住民常用的香料 是麻糕 麻糕 我們剛剛才知道說麻糕 現在一斤多少 他說原本要六十 原本多少 以前一斤大部分六十塊 現在的行情大部分 都是八百至一千塊 八百至一千塊 八百至一千塊 兩個人 它是因為 為什麼會變那麼快 因為它的產量現在是越來越少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氣候關係來講 氣候 人為的破壞 它主要告訴 它要一公一亩 它才能活 它是植物 一公一亩 它也是一公一亩 它才會活 是嗎 那它是長在一棵大樹上面嗎 它是長出來是一棵樹這樣子 一棵樹很高嗎 要爬上去採嗎 爬很高 它是樹結出來的小果實 像這種 馬上就你們原住民來講的話 它是有什麼好 我記得好像是它可以開胃 就像我們的那個 這類是 各類是我們的胡椒粉 胡椒粉 OK 去含開胃對不對 對 因為它有檸檬香 它剛剛只有用一點點 可是其實這邊全部都方箱固定 老師現在幫我們弄成品對不對 對… 來 剛剛已經弄好了 這樣我們要炒好以後 對 稍微做一下裝飾 就會讓這個飯看起來更好吃 對 有它的藝術在就對了 是不是 對 好 好 這好像金字塔耶 金字塔 對不對 就是代表三 三 我們的三 好 好 這是什麼 這是剛剛講的那個新木瓜絲 對 加上百香果 百香果當顏色啦 對不對 好 開胃 這就是我們的飛魚鬆 飛魚鬆 現在花蓮 這一代開始在 季節 這個季節五六月嘛 就飛魚季對不對 對… 對 開始會有飛魚季了 飛魚季 那這一隻是你的寵物喔 對 我的寵物 家裡帶來的寵物 這一隻 那是什麼名字 小鷹啊 小鷹喔 是小鷹寵物耶 對… 等一下我再轉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牠有多可愛 對 這是貓頭鷹 牠的鹽雕對不對 對 鹽雕 其實為什麼你也介紹 介紹這個寵物 可以給牠洗一下 對鏡頭 這樣 對鏡頭 對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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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是用什麼 鹽巴做的 我們的鹽雕 對 那牠就是 就是觀賞用 因為我們原住民有做那種 桃壺就是用泥巴 對 我是把它改編成用鹽巴 那會有那個嗎 蟲去養或什麼 蟑螂應該不吃鹹的吧 不吃鹹 這個而且它 像我們一般苛花 它的壽命比較久 對… 因為花的話 就比較會氧化掉 這個就不會了 這個可以放好幾年 都沒有關係 好…掌聲給牠鼓勵一下 小鷹老師說 嘗嘗看… 一斤八百的麻膏 是在裡面 你看這個味道是如何 林醫師有常吃到馬膏炒飯嗎 就是馬膏炒紅梨飯 有吃過 有吃過 但是不常 對,很香 很香耶 難怪馬膏味貴 我覺得為什麼像香茅啊 老師,你知道香茅嗎 是不是像香茅的味道 沒錯 而且檸檬的香味 好吃喔 好吃耶 原住民的東西都是天然的 對,你看 這座是你心目中的聖山就對了 聖山 三根 三根 海啊 海就是飛魚嘛 飛魚 這是很有意境的一道耶 加分一百分 好,那我們兩位先回座 小鷹老師也先回座 那我們還要分享的一個是什麼 是其實在原住民裡面 也是很不錯的料理 叫做樹豆 也是小鷹老師帶來的對不對 對… 這個兩個顏色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這個比較淡 這個差別在哪裡 現在左手邊是我們台東的 這個 這是台東的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是一般靠近北部 中部這個地方的 對 花蓮那一帶 它的顏色也存很多 新香也很多 就比較多顏色 對… 是品種跟口感很一樣嗎 品種不一樣 對,口感都不一樣 口感也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說樹豆威爾鋼 其實它是同… 剛剛寫出來同會樓是不是 對 為什麼你們都覺得它 是吃了會很勇敢 因為它吃起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它… 對我們來說 它是我們的主食 主食喔 主食 它也算我們的主食 我們爐盤的主食 主食啊 主食啊 我們的主食就是小米啊 芋頭啊 跟樹豆 不是肉類 原住民很多的主食 都不是肉類 它都是一般的 像我們整個… 這是天然的食材 對… 白質大自然 而且據說你們小時候 都會把它當零食喔 對啊 好吃嗎 好吃啊 那是… 就是我們水煮過 蒸過嗎 就是炒過都可以 炒過 會不會吃起來就像毛豆 不是 我覺得會不會吃起來 像那個黃豆蒸過那種 是嗎 還是比黃豆好好吃 比黃豆好吃多了 真的喔 像毛豆嗎 芥魚什麼樣的感覺 芥魚跟那個… 我們吃那種炸花生你知道嗎 炸花生 你這樣講就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炸花生我們眼睛都亮了 媽媽以前小時候都是 煮一煮下去炸 要炸 我們就當零食在吃 你只要先殺過 然後在他們下 對 先隨煮 先隨意煮 他們常吃啦 常常你們常吃喔 對 常吃 我們不要簡單 我們用煮的 然後排骨啦 對 燉排骨 是不是排骨 它叫入菜 他們吃都叫做 加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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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隆語叫加里浪 加里浪 加里浪你們呢 你們叫什麼 巴里亞 巴里亞 所以差很多 總之呢 雖然語言的發音不同 總之就是好吃 對 我們要已經打好了有沒有 好 要加那個鹽巴什麼的 對 也是要加 我都已經加好就在裡面 然後淋上去 對嘛 你看淋上醬之後就不一樣了耶 對… 你是五星級的人 很天然 好 要請大家香香香 猜一下這是什麼 亮亮你覺得這是什麼 看起來 像是樹頭的 對 你覺得是老薑喔 對 它是老薑啊 你看這樣扣起來頂空空呢 晒乾的老薑 這是剛才說 我們樹豆叫加里浪 對 加里浪 這個呢 就要請小孩老師 告訴我們是什麼了 這不是加里浪 這是 這是芋頭 芋頭 他說他們的主食之一 剛剛有樹豆加里浪 那這是芋頭 芋頭怎麼長這樣 原住民朋友的芋頭 好像都比較小 比較明明一點 山上那個山芋頭 山芋頭 那這個為什麼要變頂空空 不是說他們的芋頭 這個吃在烹肉的時候 上頭架架子 然後煙燻芋頭 對 是不是 煙燻芋頭出來 然後這個塞乾 就可以儲存比較久 要煮的時候是熬湯用的 對 這個滋味應該也不錯 可以磨成粉 磨成粉 要磨成粉 磨成粉就是我們就像 包那個吉露 那個吉納夫 吉納夫的時候 吉納夫 就所謂我們那個叫做 現代的蒸肉粉有沒有 對 我們以前都是用芋頭粉在包 好天然 就天然 真的很天然 最最原始最原始的 好 那有請小愛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道創意料理 是原住民的養生很好的主食 就是樹豆 又甚至他們認為是威爾綱 威爾綱 來 有請小愛老師 好 那食材也是很簡單 對 我們的食材也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樹豆跟蛋 好 還有我們的鳥蒲塔 來… 這個叫什麼 赤蔥 赤蔥 對 你看 現在應該很多人對這個赤蔥有興趣 有興趣 對啊 因為… 可以小毛擦到管管管 你看 為什麼會鳥不踏 你看上面有很多刺 鳥都不敢踏在上面 鳥不踏 所以就鳥不踏 好特別的感覺 對啊 你看 這個等一下要怎麼用 等一下做我們的配料 蘸醬 好 蘸醬用的 好 那我們的樹豆 對 這是剛剛我們講的威爾綱 這個要先泡水以後 真的像威爾綱嗎 對 等一下試看看 這個角度看上乎你耶 這個角度看上乎你耶 老師你沒有回答我 真的像威爾綱嗎 像 真的 吃了會很有力氣 然後再… 讓我們再下去蒸 把它蒸爛 然後我們再用果汁機打 好 OK 我是做一種不一樣的方法 你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蒸蛋 蒸蛋 樹豆蒸蛋 對 就是我們所謂的豆腐一樣的意思 OK 這就是已經蒸過了 然後再泡水 然後我們再用果汁機打 那如果剛剛你說像炸花生 就是這樣子再拿去炸就可能炸花生了 對啊 好 要把它打爛的 OK 很快就好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來把它倒在那個 水裡面 還在放水裡面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我們還要加蛋在裡面 對啊 要蒸蛋 對 要蒸蛋 要那麼多蛋 對啊 因為它就有造一些我們一般的比例 好 好厲害 單手 你看 厲害 這就是專業 專業 剛才我們在廣告實踐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引起熱烈的迴響 就是這個小鷹 小鷹在這裡 小鷹 鹽雕小鷹 對… 鹽雕小鷹 那他們就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 怎麼才會學 怎麼…怎麼做的 那我就送給大家四個字 叫做拜師學藝 對 好 前面再加一個字 請拜師學藝 請拜師學藝 那要請小黑老師留 開班授課的那個號碼在前面 這個應該放很久都不會壞吧 不會啊 那個只要保持乾燥都可以 放個幾年都不成問題 我們這樣已經打好了有沒有 好 要加那個鹽巴什麼嗎 對 我都已經加好都在裡面了 好 就把它放進去蒸就可以了 或再遣相那個綠豆湯 那經過了四十分鐘以後呢 好 半成品 我只能講半成品對不對 對 快要完成了 好 會變什麼樣子呢 現在請小黑老師 變一下魔術來告訴大家 好 來 直接拿上 沒關係 變這麼漂亮的 是… 蒸蛋 你看 樹豆蒸蛋耶 蘸醬 蘸醬用鳥不踏 鳥不踏它有刺 對 它下面也有刺 裡面 對 硬上面才有刺耶 那怎麼辦 這個我已經撿過了 鳥不踏 吃鳥不踏有什麼好處 吃鳥不踏 吃了會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這是只有山上才有嗎 對 這都是山上的東西 平地沒有了 赤蔥 就赤蔥啦 赤蔥 對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蔥 其實我們吃慣的那種 就是說比較經濟價值高的 像高麗菜或其他一般大家認識 蔬菜的時候吃這些野菜也不錯 對 亮亮你聞聞看 那個你把它搓過之後的鳥不踏 其實它的味道很清香耶 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給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已經現在 醬料是 OK 很香 味道 它本身就有味道了 因為我們有兩種醬料嘛 一個是泰式的 一個是芝麻醬 一個是芝麻醬這樣子 下去搭配它就可以了 芝麻醬 因為這簡單 其實它做這個東西都很簡單 它有兩種層次的顏色不就是不一樣 對 然後要淋上去嗎 你要不要幫我們淋上去一下 因為兩種口味 看你們要吃那種口味啊 沒關係 你先淋上去好了 會變得更漂亮 小櫻要站在旁邊嗎 要不然你再把小櫻抓過來 對 小櫻再站一下跑 那邊好了 對 加一下小櫻 有小櫻就不一樣了 對 小櫻這樣子跑來跑去 它也很累 對 不會 它在山上跑不會啦 很習慣的 對 這樣訓練一下身體 比較深強體重 身體就健康 空氣又好 我們再把它淋上去 對嘛 你看淋上這樣之後 就不一樣了耶 好漂亮喔 這樣就可以了 你這是五星級的 而且很天然 又很健康 那林醫師你在山地服務那麼久 你最喜歡什麼樣的料理啊 什麼樣的料理 對 他們有時候會把那個山裡頭 打到的那個獵物啊 對 對啊 山豬喔 分一點肉 對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那蔬菜呢 有沒有比較你喜歡的滋味啊 鳥不燙啊 這些你都吃過吧 這些都吃過 這些都吃過 OK OK 對 都吃過 好 會不會是再趕快來嘗一下 這一道我剛剛講也是山海的料理 因為小應是鹽啊 那是海啊 那是山啊 所以也是另外一道創意的山海料理 嘗嘗看 我有幫你們加的是泰式醬跟芝麻醬 泰式醬跟芝麻醬 可以嘗嘗它的味道 它好有韌性喔 上面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蛋對不對 很嫩喔 對 然後樹豆 樹豆這樣子吃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有點沙沙 有點介於綠豆沙的那個感覺 對 但是沒有像綠豆的味道那麼重 是冰沙 冰沙 冰沙 因為它做得冰冰涼涼涼的很舒服 對 好吃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吃吃看 這樹豆的一個料理 本來我是想說 原住民還有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叫做阿拜 阿拜 阿拜 阿拜沒有喔 沒有 再來這個叫吉納福 這個跟阿拜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 因為阿拜它是用月桃月包的 所以吉納福是用什麼 吉納福是用甲酸漿 它是我們原住民的一種葉子 下去包的 有時候阿拜裡面 也會包甲酸漿在裡面對不對 對 它可以幫助消化 對 也不錯耶 謝謝這個小燕老師幫我們帶 原住民的特色食物 它裡面是糯米嗎 就是有一個小糯米 糯米那種感覺 糯米或是小米 芋頭粉 芋頭粉 還有現在可以包紅梨也進去 對 好健康喔 好 謝謝我們小燕老師 謝謝 我們一定要跟小燕老師行為座 我們4月15號 我們的醫療分期之後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要跟醋逼的醫生做好朋友 當然醫生也要有量 不要無量 像無量診所住的時候 大家都坐到時間就不好 那為什麼要跟醋逼的醫生做好朋友 那如果你只是感冒 然後你就跑到大醫院去的話 這是有一點比較醫療上的浪費對不對 所以要加收一些費用囉 是不是 應該要 對 大概要差多少呢 我差兩三百以上了 兩三百 對… 所以我們應該醫療資源要去珍惜 不要浪費 當然希望說有更多的好醫生 像你這樣子到偏向去服務所 所以你們應該是更有感受對不對 對… 對 要不然看一個醫生 第一個要跑這麼遠 對 那也有愛心的醫生來幫助你們 對啊 大家的健康知識也會提升嘛 對 那電視一定看得到吧 看得到我們嘛 看得到 對…所以要幫我們宣傳一下 請原住民的好朋友呢 電視也要打開來看一下 雖然這個就不必下山走那麼遠了 但是一開就會有健康的好知識 對… 好 也祝大家這裡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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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